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小七说电影,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七 今天呢给大家说一部林正英的林类鬼片 乡下姑娘李嘉玲因为会特异功能的关系,受到了镇上有关领导的赏识 于是他接到了秘密前往香港执行任务的命令 阴差阳错之下他和一个副港旅行团一同前往 司机在开车经过一片乱粉岗时,司机因为尿急的关系就开始随地小便 尿液更是浇到了死人的骨头上,从而得罪了这帮恶鬼们 于是恶鬼们施法让大巴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车上人员遇难 只有拥有特异功能的李嘉玲火了下来 而其余之人死后更是遭到了恶鬼们的附身 李嘉玲对此更是毫不知情 不久后他们顺利到达香港,参观起了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 另一边李嘉玲在香港的街头人九叔是香港出名的大师 某天他在帮顾客驱鬼后接到了李嘉玲的电话 为了早日见到他,九叔急匆匆的开车奔向李嘉玲所在的酒店 谁知途中九叔意外发现自己的捉鬼罗盘转个不停 按照罗盘指引来到一家酒店 在这里九叔发现异样与鬼魂们展开斗法 而李嘉玲却无意间在监控电视中看到了神神道道的九叔 随后将九叔当成坏人,使用特异功能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在走完后李嘉玲才发现他刚走的人竟然是自己的街头人 随后九叔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他 结果头脑简单的李嘉玲却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依旧和这帮团友整日私混在一起 晚上他在无意间使出特异功能后才明白九叔没有乱说话 夜晚在酒店的化妆舞会中 九叔一番推算发现其中一人已经变为鬼王 而这时的鬼王李炳已经开始大开杀戒了 为了阻止一切的九叔让李嘉玲假扮鬼魂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就这样李嘉玲很快就和这些恶鬼们打成一片 不久后九叔再次找到李嘉玲 并给了他一些抓鬼法器 就这样两人联手将全部鬼魂消灭 只剩下法力高深的鬼王李炳 两人费尽办法都无法将其消灭 紧急关头还是李嘉玲使用特异功能给他注入大量气体 才成功将其消灭 影片的最后李嘉玲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秘密任务 在这里小七友情提示大家可不要随地大小编哦 否则就会成为今天故事中的这些人哦 好啦本期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击关注哦 小七风里雨里和你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